您正在收看的是澳亚卫视中国台 接下来请收看走进台湾 走进台湾带您关心台湾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松青 马英九最近心情应该不错 因为立法院刚通过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议案 一个是美牛案 另外一个是证所税案 之前为了这个事情 台湾的政坛上是吵得沸沸扬扬的 但是现在终于拍板定案了 马英九似乎也吃了定心丸 所以今天我们特地请到了 国民党的两位立法委员来跟大家谈说 到底马英九现在的执政危机 是不是也随着这两岸的通过 也顺利的解除了 我们来介绍两位特别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罗书雷 罗书雷伟你好 松青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台湾也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蔡正元 蔡委员你好 松青好 澳亚这个电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大家都很关心说 到底马英九现在的状况如何 因为之前大家也很清楚说 其实马英九为了很多议案的问题 甚至因为前行政秘书长林毅市 涉探案的问题 其实马英九似乎心情相当的低落 但是现在随着立法院这个临时会 通过了非常重大的议案 马英九的心情似乎也不一样了 我们来了解马英九最近的状况 马英九接见吴伯雄林峰正蒋笑颜等人 因为他们肩负重任将会在27号前往东北 哈尔滨参加第八届国公论坛 我个人一向认为两岸的交流管道越多 次数越平板 对于双方的和平发展是越为有利 我们执政之后 这个在执政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机制 当然应该继续维持 这一届国公论坛主题是两岸经贸文化交流 台湾方面由吴伯雄领军 大陆则是贾庆林 由于他将在年底退休 渴望发表重要演说 是否会提到九二共识尚且不得而知 不过这个重要概念即将形成20年 马英九格外重视 再过几天了 8月了 8月1号是有关一个中国含义 通过的20周年 而这个一个中国的含义呢 就是九二共识的基础 所以很多人说到11月 我们应该为九二共识20周年 来举办一些活动 两岸靠着九二共识 这个重要基石扩大交流 马英九特别感谢吴伯雄 多年来的典力相助 最后我要特别谢谢 我们吴荣誉主席 在这几年他帮助我接待大陆的访客 并且推动两岸的这方面交流 贡献卓助 马英九讲了一连串感谢词 拼拼身旁的吴伯雄却是面无表情 是否因为马英九一句 014是吴伯雄提拔的 至今还无法释怀 让马无心结传闻 持续发酵 我们先请教蔡委员 其实我们观察这个VCR 我们看到的马英九 其实无论说他跟吴伯雄说了什么 或是最近他跟吴伯雄 这间有没有心结了 但重点是我们看到马英九 最近似乎感觉他心情轻松了许多 包括他讲话的神情态度 是不是也跟着上周的 这个立法院的临时会 通过了两大议案 我们这边做一个整理 美牛案正所税的通过 让马英九吃了定心丸 的确不能说吃了定心丸 至少说他应该是说 度过了一个最重要的风暴 因为在通过这两个案子之前 马英九的施政的方法 跟施政的风格 本身已经被社会各界所质疑 尤其是集中在于 这个所谓美牛案跟正所税案 因为美牛案在一档指控说 他不顾台湾人民的健康 那么在正所税案 当然为股市投下一个震撼蛋 到了这个立法院第二次会议 也就是第四的临时会里面 很顺利的通过这两个案子 虽然跟他的原先的 预期的内容不完全一样 至少在名义上 好像这两个案子已经解决了 风波已经平息了 所以他心情格外轻松 这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我刚才问 这整个的一个 这个议案的一个过关 是不是跟大家所谓的 包括你们各位 这个所谓党籍立委 全新的这个同心一致 是很有关系的 这当然是党籍立委的体量 跟支持是有很大的关联 那可是他事实上也做了 相当程度的浪步 再加上我们从简单来讲 两个政策 美牛案其实帮助最大的 应该是美国人 美国人在Cortex里面 几年都通不过了 竟然才几年通过了 是 跟大家之前的预期 似乎有点不太一样 预期社会 立即要这个 耽搁在那边的情形 完全不同 所以美国在Cortex 打赢了一个胜仗 那刚好我们的临时会 沿到这个Cortex举行之后 所以整个情势逆转 反对者在集中的政治力量 包括民进党 亲民党 他们本来也都信誓旦旦 所以以Cortex决议为准 在Cortex通过了以后 这等于是把自己的脖子套住了 反对也失出无名 所以这个国民党内部 本身的意见 当然就顺水推舟了 让这个案子过关 顶多做一点小修正 至于郑守税更是如此 郑守税原先 马英九在股里面 那个拍板定案那个版本 这个对股市产生重大的影响 后来到我们财委会 包括我 包括罗委员 我们就拿起手术刀 大力把它整形 整形出来以后 等于说凝聚了最高的公司 把干扰降到最低 所以这个郑守税的版本 依照我们立法委呼应 社会各界的需要 终于通过了 那这个通过了 本身民进党 亲民党 或者台队 也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对 他们心里面讲说 这个案子 至少最低标准可以接受 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强的反对 这两个案子 大肆底定的话 等于这两个案子 是他自己惹出来的案子 终于外界形势帮他解套了 所以他应该心情很轻松 所以但是这两个案子 有个本质上不一样的地方 就美牛案来讲 是因为有美国的压力 所以这一点大家 我想多多少少 内心能够体谅 那郑守税的案子 在实际上也好 在需要必要性也好 都他自己惹出来的 所以等于说 我们帮他收拾残局 那不管如何 风波过了以后 我们希望说 他未来的施政上 不要再犯 过去这种时机不当的错误 内容不当的错误 而且更重要就是说 沟通态度不当的错误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罗委员 其实这两个案子的通过 刚刚蔡委员也做了 非常多的诠释 但请教您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知道 其实之前 您对于包括美牛案也好 也是所谓有一些意见的 因为认为说 这之间的一些检测的问题 可能有危及到 台湾人民的问题 但在最后的关卡 国民党的委员 还是团结在一起 这是代表 马英九是运气好 还是大家真的觉得 一定要支持马英九 当然外界都喜欢用那种风化 好像一种一种 好像那种 那种好像恶风化的方式 来看党籍立委 跟马英九的关系 好像认为说 假如是支持马英九的政策 那就是很好 很团结 有所谓的勇马派 跟反马派的声音 假如说不支持的话 就是在作乱 那事实上我想 因为党籍的立委 都是民意代表 那民意代表 最重要就是 反映民意 假如你提出来一个政策 不是受民意所支持的话 那党籍立委 怎么可能去支持 那假如说好 不支持的话 假如一个不对的政策 我们去支持的话 坦白讲没得良心 那不支持的话说造反 所以真的讲 其实让党籍立委 是限于两难 那事实上假如说 你的政策是对的 其实要政策是 民意所接受的 有谁会反对 又不是说 每个党籍立委 是很喜欢作乱的 很喜欢跟你唱反调 很无聊 所以只要是政策是对的 我相信党籍立委 都会潜力支持 那不对的 那本来就是一个民主 一个自由讨论 那大家共同来产生一个共识 包括政策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你一提出来 只要按照当初行政院 所提出来的版本通过的话 那今天的股市 不知道会变得怎么样 没有人预测了 后来就在这个 折通折成的过程当中 把它修到 虽不满意 但是可以接受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那外界就会用那放大 你看看民进 那个国民党的立委 在造反 在反对马英九 谁会反对马英九 谁会反对马英九 反对马英九 对党籍立委有什么好处 是反对他不对 不被民意所接受的政策 马英九他自己也很清楚 包括这次的美牛案 跟证索税案 其实要通过 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他还是有惯例的 在他的脸书上发表 他对于这件事情 他自己的看法 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说呢 重大反应虽然通过 中间一定有人不满意 但改革终究是一条 两面作战的上坡路 带领台湾走向正确方向 抚养无愧于心 所以我们请教一下蔡委员 其实马英九应该也很清楚 说这次这个难关的解除 其实对他来说了 包括你们在观察他 是不是代表说 现在立院对于马英九 也应该是权力的支持 或者是对马英九现在的做法 应该会更有信心 你政策赢得民心 党籍立委一定权力支持 改革本身 就是一个两面作战的陷阱 是很吊诡的事情 所以这是你要改革 刚开始有一部分能赞成 可是你碰到错误 或者自己犯了错误 一定会有人反对你 所以你要是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就是要跟人家小心翼翼 不要在野女上 犯那些比较轻浮 那些让人家误会的动作 反而就不好 所以但是他把它看成上坡路 我是未必 金正恩也是上坡路 因为比如说上半年 我一直来提醒马政府 关键问题 台湾的经济太往下滑 没有任何积极的措施 来解决这个经济下滑的 就反而像淑蕾讲的 集中权力去搞一些 跟这个经济刺激政策 毫无关联的什么 挣手税 美牛 油电双涨 这跟着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 他可能把最难的议题 放在最前面来讨论 但是这不是当务之急 真的不是当务之急 因为在今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我就有跟马正吴讲说 台湾上市公司的获利率 获利金额比上去年同期 衰退了45% 然后上柜公司衰退75% 现在半年报出来的衰退的更惨 那你出口不振的数字也出来了 你经济下滑了数字也出来 你所谓景气蓝灯连续第八个蓝灯的数字也通通出来的 那有没有看到那种一个可以再启动人心 刺激经济 发动全民继续把这个经济给浮起来的 没有啊 好像是看着说台湾的经济 随着中国大陆而盘整 随着这个欧债风暴而下滑 那随着美国经济不振而萧条 这个不是嘛 这不是应该 这个一个政府应该做的事 那你看看 这个不 即使说我是振手税的这个 最后的这个 这个策划者 是 但是我也认为这时机不对嘛 是 那你自己说美牛 你替美国人 不要那么急吧 你退到下半年 先把经济搞好 美国人也会谅解嘛 是 所以其实我们听到两位委员这么多的声音 也代表说 其实虽然这一次国民党的立委力挺了 所谓的马英九美牛案跟所谓证所说的案 但其实大家还是有不同的声音 那到底台湾人民又怎么看马英九呢 我们稍后回来 最近台湾带您关心台湾事 我们今天特地请到两位国民党籍的立委 大家一起来观察说 到底现在国民党立委是不是 大家都已经所谓的同心 要支持马英九 因为现在最重要两个大案子 就是美牛案跟证所税案 在临时会里面已经顺利的通过了 所以我们继续来请教罗委员 其实我们来观察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也听到说 所谓的国民党籍的立委 对于马英九现在的一些看法 但是我们了解一下 台湾民众对于马英九 又有什么样的看法 最近的民调有数字显示了 我们来看一下 对马英九的信任度是如何 对马英九的信任度 台湾民众对他信任大概有三成 但是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民众是对马英九觉得不信任的 那马英度又如何呢 马英度是只有两成民众对马英九觉得是满意的 但有超过将近快要七成的民众表示 对马英九的一些作为是不满意 所以我们请教罗委员 你怎么看这些数字 从这些数字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 台湾的民众对于马英九的一个执政 确实是产生了一种很大的一个不信任跟不满意 那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 当然就是说 我们从1月14选举完了以后 到520就职典礼 一直到现在这段时间 台湾的民众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我们的景气一直在呈现蓝灯 我们经济一直在下滑 那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真正 让老百姓觉得说可以振兴经济的一个方案 那而且又看到这半年来 我们的整个财政部 经济部跟经建会 因为对台湾的经理来讲 是这三个大部会是等于说掌舵者 那我们财政部这半年来在干什么 在忙证所税 那证所税有那么急迫吗 就跟刚刚我们蔡友言讲的 你实际对不对 其实从去年的下半季就已经 台湾的经济已经产生很大的危机 尤其是出口在大量的一个衰退 出口是对台湾是占很大的经济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比重很重要的 那你今天 你财政部在这个时候提振手税 人家看了不上啥 到底在干什么 那你的经济部在忙什么 在忙油电双涨 人家是在景济在上涨或在下滑之中 这个民生的三大要素有水电 那你怎么可以在整个经济衰退的时候 去造成产业的制造成本增加 更会让它上涨呢 所以整个好像执政团队就被这个三个大的议题绑住 那民众看不出说 你就这样三个议题就搞成这个样子 那未来在哪里呢 尤其是民众关心的是什么 民众关心的根本不在乎说 你的什么你的镇首税啊 你的美牛你的那个是怎么过啊 什么你党籍立委有没有造反啊 你怎么有没有听话 民众在乎是说 他口袋里面东西 口袋的钱有没有增加 生活有没有好过 这个才是大家所有关心的嘛 那现在看到的是失业力 节节的在升高 那那些年轻人失业力更高 包括年轻人的那个薪资所得 恢复到14年前 你看几乎平均薪水 三万块不到的人 比比皆是22k 那这样的话 那民众觉得没有未来 又看到说提不出 什么重大的一个经济方案 那你今天好 我们举个例子说 要让台商回流 归于回流 怎么回流 那他发现说 你既然没有回流 还出去的更多 你台湾目前啊 对于海外的所谓的一个净投资 就进来的投资额 跟出去的投资额 既然我们净投资的成长啊 是全世界倒数第二名 只赢惠州的一个安格拉 那假如民众看到这个样子的话 那怎么可能会满意吗 怎么可能会对你有细心吗 所以其实我是说 像他所谓的美流 正所谓的通过 这只是一个 一个过了一个门槛过而已 那以后呢 大家睁大眼睛 用显微镜 用放大镜在看 你未来你要提供什么 已经没有借口了嘛 当时跟大陆谈说 埃克华没有过 只要埃克华过的话 那就可以经济 就可以打通 任督二脉 那现在又说 那 TIFA过了 那就可以台湾的经济 又可以好起来 那 假如现在两个 埃克华也谈了 那个 FTA 因为美流 让你过了 TIFA 是不是要开始谈了 那这样谈下去 假如 再不行的话 那真的会引起民众更大的慌感 更大 所以我们继续请教蔡委员 那你接收到的民意又是如何 对于现在的马政府的执政 跟民意之间 是不是有所谓的落差了 这个 有落差 而且落差还不小 那不过反正就是说 正所税的落差 已经部分的解决了 那接下来刚才这个罗委员所讲的 就是说 大家民众很明显的感受到说 台湾的出口是在衰退 然后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的状况 也在衰退 那你这两个都在衰退底下 人民总是会 心态会趋于保守 甚至于趋于某种的恐慌 那你这个时候 要如何去安顿民心 你就要糟告天下说 哎呀我现在推动什么政策 我们对比一下 比如说 你如果谈谈美国经济怎么样 那想说 美国现在什么降低利率 要做什么做什么 都讲的 有实际上的作为 对对有实际上的作为 你说中国 这个北京政府 他也是急着要命啊 也推了什么 有极大政策啊 老百姓都还记得很清楚 你问台湾民众说 那我们这经济部啦 或者是这个马政府啦 有推了些什么政策 说可以来振兴经济没有 每个脑袋都空空 只记得美牛跟正首税 美牛跟正首税 跟正新经济毫无关系啦 即使说 刚才这个罗委员有提到了 说马政府 说服大家说 我们现在美牛通过了 美国可以跟我们谈TIFA 那可以看谈这个FTA 谈所谓TPP 我跟各位报告 那个都是十年后的事情啦 还那么久 但是台湾民众 应该没有接收到 这样的讯息吧 经济问题是当务之急啦 所以这个东西 都是无关己料啦 再来所谓的油电双涨 更时机更糟糕 那个时候刚好是 油电价反转的时候嘛 油价反转的时间里面 你故意把它调涨 然后衰退下来的时候 老百姓当然就心里面都会觉得说 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啊 是 所以决策时机错误 以及决策风格错误 一直都是马政府啊 其实不是说这一阵时间啦 其实上一届四年 一直都犯了很大的错误 什么最近犯的更大 所以我们只要期待说 第一个 现在做的是什么 提出振兴经济的有效方案 不要提一些无关痛痒啦 什么协助厂商 扩展市场啦 增加工厅会训练员工啦 那种搞笑的事情 不要再弄了 还都失败 现在教师 搞什么都失败 乱来 所以我们当然要来继续来问 先请教一下罗伟员好了 现在所谓的 马英九 似乎很多人都说 这一次的政所税跟美牛案 对马英九这一次连任来说 因为毕竟 这个纷纷然而吵了半年了 终于到一个定案 很多人都说 他的风暴解除 但是也有人有不同的解读 认为说 其实马英九这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两大议案的通过 也代表着说 其实他是延后危机引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 很多人都 以为说美牛过了 政所税过了 婚饶解除了 对 那以后就 台湾就平安无事 其实是台湾才是 那个 就是等于是有事啊 就正值点的开始 你现在开始嘛 就刚刚提到嘛 你今天你这些纷扰过去以后 那大家看到的是说 那你马英九所谓的改革 那改革就新利跟除币嘛 新利除币 那你新利 你新了什么利 你今天就想 就正经济上 你新了什么利 你有什么东西 让台湾的老百姓感到说 对他们好 对他们有利益 现在目前没有嘛 那你除币 除币里面 林医师的案子 包括台电一些 国营事业之间 这么多的弊端 那现在民众是用 放大镜 用选为键在看嘛 看你办了什么嘛 你办到今天为止 从台电公司的币案 揭发出来 尤其跟民营电厂 那个店价的 那个高买 量的高买 那这些很多的 一个不正常的交易 那除了什么呢 到现在没有嘛 所以你心力除币 假如没有个定案的话 那才是另一个 风暴的开始 但是我们要来问 其实我们发现 台湾的政坛 非常的有趣 其实台湾政坛 好像由于最近 前一阵子大家都说 马英九陷入了 他的执政危机 所以如何做 权力保卫战 这个对于马政府来说 似乎相当的重要 我们请教蔡委员 你的观察 前一阵子 马英九 他在中堂会里面宣示了 他要竞选连任党主席 所以我们要来问 从现在这一连串 包括临时会的过关 很多人视为 马英九 他政权保卫战的 一个稳定点 所以我们要问 他接下来连任 这个党主席 应该是全党支持了吧 尤其这一次 大家党籍立委的 这个所谓的投票 是如此的团结 国民党的党主席的选举 是由党员一票一票投票 直接选举出来的 那不管 即使说度过这个危机点 我很确定了 他这一次 拼老命去把党员 拉出来投票 投票数字也不会太好看 所以你看到了马英九 其实现在他还是为之重重 他把事情判断错误了 也许很多人对马英九的政策 有很激烈的反对 但是并没有逼宫 那么因为目前整个社会 国民党的人心情很厉害 并没有说要换掉领导人 所以他不必那么急 去保卫他的权力 他是不是急了 所以当时他宣布说 他要竞选连任国民党 党主席的时候 社会上是一片画篮 党员一片画篮 说你这个时候讲这个干什么 第一个 选党主席是明年九月份的事情 这也是我们很想问的 为什么在此时此刻 这个时间点 他对自己的太过于紧张了 他觉得他的权力说要挑战 然后他害怕可能说 到时候会不会党内有其他人 比如胡志强 积极准备参选 就准备了一年 明年开始 要确定他就很困难了 是干脆说 他先讲先赢 是不是说也是因为说 你们党籍立委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呈现给他 让他也对于他现在的 这种所谓的大位 他也开始紧张了 他该担心的 他没有担心到 比如经济 然后一些政策错误 该怎么去修改 推出振奋人心的一些措施 所以他该担心就没担心 他不该担心的猛担心说 有没有挑战他党主席 我可以担保 这个国民党现在困境这么困难 有谁要把脖子伸得那么长了 去当党主席 让人家堕了 不会的啦 所以说马英九 不用担这个心 要是要担所谓的经济 要怎么样的发展才是最重要 他应该把心思放在 怎么样老百姓满意 他才是最重要 让老百姓的日子好过 才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一次临时会的两个大议案 是拔掉了 马英九身上的两根刺 但说不定 他这个风暴 只是暂时的告一个段落 真正的风暴 是不是真正的才要开始 我们一起来观察 所以台湾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今天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